亚兰王的元帅乃曼 在他主人面前地位尊贵 尹耶和华曾借他是亚兰人获胜 他又是大能的勇士 只是长了大麻风 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抢掠 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女孩子 这女孩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子 他对竹母说 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 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 于是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 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 亚兰王说 你可以去 我也写信给以色列王 于是乃曼带着银子十他连德 金子六千社克勒 衣上十套就去了 并且带着信给以色列王 信上说 我打发纯仆乃曼去见你 你接到这信 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 以色列王看了信 就撕裂衣服说 我岂是神能使人死 使人活呢 这人竟打发人来 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 你们看一看 这人为什么找缝隙攻击我呢 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 就打发人去见王 说 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 可叫那人到我这里来 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 于是 乃曼带着车马 来到以利沙的家 站在门前 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 对乃曼说 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 你的肉就必定复原 而且得洁净 乃曼却发怒走了 说 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 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 再换出椅上摇手 治好这大麻风 大麻士格德河 亚巴拿和法尔法 难道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 我在那里沐浴 难道不得洁净吗 于是 气愤愤地转身去了 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 我父啊 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 你难道不做吗 何况说 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吗 于是 乃曼下去 按照神人的话 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 他的肉复原 好像小孩子的肉 他就洁净了 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 回到神人那里 站在他面前说 如今我知道 除了以色列之外 土天下没有神 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 以利沙说 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绝不受 乃曼再三地请求他 他就是不受 乃曼说 你若不肯受 请把两螺子 拖的土 赐给仆人 从今以后 仆人 必不再把 凡记或平安记 献给别神 只献给耶和华 只有一件事 愿耶和华 饶恕你仆人 我主人进临门庙 叩拜的时候 我用手掺着他 在临门庙 我也屈身 我在临门庙 屈身的这事 愿耶和华 饶恕我 以利沙对他说 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 乃曼就离开他去了 走了不远 神人以利沙的仆人 基哈西心里说 我主人不愿意 从这亚兰人 乃曼手里 接受他带来的礼物 我指着 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可要跑去追上他 向他要些 于是 基哈西追赶乃曼 乃曼看见有人追赶 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 都平安嘛 基哈西说 都平安 我主人打发我来说 刚才有两个少年人 是先知门徒 从以法连山地来见我 请你赐他们 一塌连的银子 两套衣裳 乃曼说 请接受 二他连德吧 再三地坚持 便把二他连德银子 装在两个口袋里 又把两套衣裳 交给两个仆人 他们就在 基哈西前头 抬着走 到了山岗 基哈西 从他们手中 接过来 放在屋里 打发他们回去 基哈西进去 站在他主人面前 以丽莎问他说 基哈西 你从哪里来 回答说 仆人 没有往哪里去 以丽莎对他说 那人下车 转回营里的时候 我的心起没有去呢 这是售银子 衣裳 买橄榄圆 葡萄园 牛羊 不必的时候吗 因此 乃曼的大麻风 必长在你和你的 后裔身上 直到永远 基哈西 从以丽莎面前 退出去 就长了大麻风 像雪那样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